那師傅 都說完三月 你輕輕有個四五六 就說股票那樣東西 那我看到四五六 你都寫了個股字 就是留意股票 OK 但你去到七 你就寫亂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六月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股票市場 都漸趨穩定 又不是 其實就是四五六月 尤其是五六月 五六月的人的賭性會很強 即是去搏 不怕 這是受到宇宙五行的祭奏 令到人的思維會去搏 所以股票市場會更加去搏 但搏不搏到呢 你看月份子 其實不夠那些大鱷薄的 不夠那些大鱷薄的 那些大鱷他們都搞定了你 就是這樣的 所以千萬不要這麼薄 明顯看到五月六月 人心是會去薄的 是 但就自己注意了 OK 那師傅 那四五五六 你寫一個股票 即是留意股票 那其實 有沒有說這三個月 除了股票 真的還有些什麼要注意一下 都是要注意 就是不要賭性那麼重 都是薄的 因為這些 是吧 即是逢是需要去 五十五十 要薄的 這些月份就不應該薄的 OK 還有這些月份也都是 即是都一樣是會有多片局出來的 嗯 就是在這個 一二三四五月六月 龍日的五月六月 是一樣是多片局的 嗯 OK 那就是七月來講 為何寫個亂字呢 是 因為這個是 這個月份來講 天地都是大家打架的 嗯 天地打架的意思就是說 人的思維會變得是 偏激 是 甚至乎衝動 是 甚至乎打鬥 失去了規律的做 平時可以好好的好的 是 即很多人都是的 駕車都是這樣的 嗯 平時很好先生 很好小姐 一旦駕上車變身 立即變成另一個人 OK 嘩 所以這個就是失去了規律秩序 尤其是在 真的駕車的時候 嗯 是的 或者是在交通上面 但是 師傅說 龍日的七月八月 其實已經是 已經是講生日的八月和九月了 沒錯 即是已經避過了一些 什麼敏感的那些 七月一那些 是的 過了 即是似乎下年有 可能有些 不知道什麼事情有發生 這個主要看到來說 就是屬於在人生裡面 就是較為多爭鬥的事情發生 嗯 所以叫做一個亂局 即是說 多打架 嗯 多意外 OK 是的 所以一定要是 把持自己的心 不要那麼容易受到外圍的影響 OK 不要讓人一句說話 就令到自己失去了理智 或者常性 嗯 因為天律 即是因為宇宙磁場的影響 會容易令到人有這個傾向 嗯 所以你說 香港幸好沒有槍 美國那些肯定槍械事件很多 嗯 槍擊槍械 是在農曆的 七月八月 是的 尤其是七月 OK 七月又出槍多些 嗯 八月又出刀多些 出刀仔 哦 這樣你都看到嗎 是有分別的 哦 OK 即是你說 如果是要出武器打仗 那樣東西 七月又出些大型的武器 嗯 八月又出些較為小型一點 咦 似乎會不會是 這些除了 可能 牛頭角 順手 發生血案之餘 其實會不會 其實師傅也都暗示著世界大事呢 嗯 同個世界都是有關係的 嗯 因為你的年份 同個月份 都是全世界一致 不僅是香港的 是 尤其是如果西方國家 之前說過了 那麼多這個 蜀報啊 各樣東西 那樣 人民多蜀報 多意外 嗯 地武經都是這樣說的 是 那個流年月份 一樣是這樣說的 好的 是完全是兩個 match 得到 即是很尷尬 因為剛才你說到農曆七月 可能就不覺意亮槍 是呀 是吧 有時你知道 不覺意亮 有一下飛彈 然後就打起來了 那些東西就 希望不要太嚴重了 是吧 即是大型武器是會出的 是 即是會對人是有傷害的 明顯看到是有這條數存在的 OK 那好了 師傅 七、八月你都寫亂了 八月轉九月的時候 你就寫了失望 我先從一個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 是 你在八月的時候很亂 是 是 那你很亂之後 下一個stage 或者下一個月 你就要去有一些轉變 你才會轉變 但原來一轉就變成失望 是呀 是呀 那究竟是暗示了些什麼 師傅 暗示了些人 其實對政府所做的事 或者世界的局勢 是沒有信心 OK 即是說 人其實動力都會沒有用 失去的動力 打算得過且過 過到今年才算 即是不會再去 有些很大的動作去做 所以變了來講 所有的人 那個情緒方面 都是較為偏向灰 所以本來是暗的方面 是 那就是這個九月十月 OK 沒錯 但是 你所說 這個好像有些少 跟我之前聽到一些東西吻合 例如呢 我曾經聽過 就說 不知怎樣 哪個國家 哪個又盲眼的那些預言家 講過 就是說 2020年 就是很有機會 就是 世界會出現一個蕭條 實話乎嚴重的 就是一個大蕭條的情況 那當然 怎樣為之 做一些蕭條 就是 當然是數據分析 但其實主因 當然就是 因為大家失去了 對經濟失去了信心 沒錯 似乎 其實就是 學你所說 九月十月 已經看到這個圓基 其實明年 只是看那個年份 根子年 已經是世界大蕭條 OK 就是問題 你懂不懂看 可能那個 所謂的 巴西的英國 我知道 巴西的盲眼語言家 其實可能學了我們 中國的術數都不幾 其實他根本 用術數來推 他不是語言家 所以其實 完全是看得到 這些事情 明年 經濟會很蕭條 所以大家都要做好準備 即是說 不要那麼大的動作 如果有大動作 都要想一想 是不是值得 在這個年份去動手 這些很重要 譬如舉個例子 可能說 老闆對你不好 很差 我批老闆 炮不了 我去找個地方 那你都要小心一點 明年如果經濟不好 又沒有那麼多公司請人 是吧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即是你那一刻 就批不爽 之後你就良悲觀 你可能在這個 九月十月 完全 七月八月就亂了 你找不到工作 是不是 九月十月 那你找不到工作 就天天坐在家裡 躲在那裡 涼地 沒錯 那你想開心都難了 那你失去希望了 OK 就是完全是應數的 是 那尤其是呢 明年九月呢 就是 很多精神 可能精神 很多人會有不開心 出現精神的問題 或者心臟病 心臟問題 哦 這些就是不要過激的行為 過激的行為 容易會引發這些病 OK 知道 那到十一月了 十一月了 那個紫節了 紫 紫呢 可不可以給我 是 我就 這個班門弄斧 嗯 我坐你的位置 我先解釋一下 好 紫呢 你又經歷了很亂 是 然後又很失望 是 那麼呢 就 生命的紫步了 哈哈 這樣就沒有那麼恐怖了 生命的紫步 就是 人命都不要了 是啊 其實這個紫呢 其實我都在說經濟 哦 經濟又是 真是一潭死水 哦 貿易又是不行 OK 是的 股票又不行 什麼都不行 所以呢 行人紫步了 哦 就不是生命紫步 對 行人紫步 總之也有什麼大的動作 你都要行人紫步 較為安全一點的意思 嗯 因為所謂的經濟大蕭條 這個月份應該理論上是 累積了之前這麼多月 去到農曆的十一月 是最嚴重的一個月了 嘩 最嚴重 沒錯 是最嚴重的一個月 OK 是的 所以十二月來講 大家都是國家字數換算說 你只能用一個冒字 冒字就是入冒 在八字學裡面有一個叫入冒 入冒就是自己躲在家不出街 不消費 不去玩 沒有心情 沒有心機 病 整個世界都會有這樣的傾向 所以世界經濟都會不好 所以呢 亦都是代表那些貨物 亦都是一樣是不流通 所以成年來說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月份 出典 只能夠我們叫做 穩守特集 安守本分一步步去做 到過這個難關 OK 那根子 無幾根生子 生丑 是啦 那會較好些 再過了這年之後 過了2020年之後 就較好些了 即21年呢 就不同玩法了 是啦 又會第二年到時 又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去 準備安排預備 什麼教會 是可以幫助到大家 在那年過得順些 嗯 OK 那好啦 其實呢 2020 庚子年 香港的命運 我們都聽到師傅怎樣解釋 一般的啦 總之就一般的 大家不要說 不做就不做 忍住先 是 還有真是 好老實說 剛才有些說話都是開玩笑的 就是珍惜生命 不要聽到我開玩笑 嘩好絕望 一些東西 生命止暴 這個完全是搞笑的 OK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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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聽了我講 那大哥 你錯過了2021美好的風景 是 OK 那好啦 那我們就多謝易龍師傅 嗯 OK 好 多謝